开启的方式直接点两下 这个地方先略过不要管它 解析度如果小1020乘768 它就会一些警告讯息 就会出现这个 你需要30天 这样执行程式就可以 它就直接可以执行 我刚刚讲过 每次关闭它就会直接还原 所以你只要做好的档案 存好档之后 一定要把它拖拉到外面 才可以做存档 否则你如果放在里面画好的东西 关闭之后呢 档案就不见了 接下来 这个环境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跟那个 传统的一样 就是说呢前一代 或者前前一代 最早之前的版本 其实它有一个共同意说 不管每一个版本都会有一个 所谓的那个工作区 那这个工作区呢 我们可以把它所谓改成一个 叫做autocad典型 那这个autocad典型 就是可以让我们 直接把这个地方点下去好了 点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调整成 跟前面其他几代的工作区呢 都调整成类似的 那我习惯是这样做 把这个面板先关闭 因为这个暂时用不到 另外呢 我们会把这一边的工具列 把它搬到哪里 搬到这边来 搬的方式都可以注意 你就按住哪里呢 按住那个 这个地方 按住上方有一个 有没有 这个曲线的地方 有没有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按住它不要放 这工具列就可以让你调整 那我习惯是这边一列 这第一个动作 那因为这个地方 这边还有这个事物 这个图 我们可以